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想借楚国的势力扬宋国之威 反遭羞辱 急于报仇的他又在红之战中令人啼笑皆非地跳出了仁义大旗 没有实力做后盾的宋相霸业 像一个意味深长的讽刺 成了春秋无意战中一手不和谐的插曲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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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国之君 就拿他的头祭和神 未免有点太冒犯了吧 这不能算冒犯吧 当年武王不就是斩一下 商周王的头祭了神 才得天下吗 就算不是冒犯 可也太霸道了 政公 这是 我给违访会蒙日期的人 一点厉害看看 怎么能使天下归心呢 施缓则用德意 施吉则用武威 先霸主齐桓公用管仲治国 二十年方程霸业 寡君的宋本非大国 可等不了这么久哦 好 曹伯 宋公 寡人曾当面向齐桓公请教过 惠蒙称霸的道理 齐侯对我讲过两个字啊 你可知道是哪两个字吗 哪两个字啊 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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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义 国军可愿听陈奕 说吧 目前旗运已衰 实力最强的还是南方的楚国 郑国 山东鲁籍陈蔡和一些小国 都用悲慈厚礼去讨楚国的好 听说 连曹国也偷偷地去了 是啊 这么一来 忠言就更不可一日无处 臣斗胆在尽也 什么 我们何不 也派人去联络南蛮的楚国 我们宋乃堂堂公爵 怎么能去跟一个自称为王的南蛮子去联合 况且 楚国对于中原虎视眈眈早就有隐心 其后当年随九和诸侯 也从来没有跟他联系过 怕的就是引狼入室 不行 不行 不能怎么办 不能怎么办 如果仅仅是借楚国的势力 依据诸侯呢 怎么讲 我们只不过是 利用中原各国对楚的畏惧心理 让他们来普惠 一旦惠盟成功 反过来我们就可以借诸侯的势力 来压楚国 那 那就再叫上齐国 他的军位都是我给他争了的 他不会不听我的 对 对 只要宋齐楚三国到齐了 咱们就可以按惠盟的礼仪去办 过去所言太对了 好 请 我 请 宋宁前 看着正式还挺 好像挺正式的 出乃贫贫小国 怎敢据钱呢 还是 齐侯先请 不不不 无论如何不行 还是宋公先请吧 这样吧 咱们以爵位为续怎么样 宋氏公爵 齐乃侯爵 处随冒爵 称王一久 实际上也是一个子爵啊 公侯博子男 这样算起来 这还用说吗 宋为首 刺为齐 楚国只是个老木 宋公 来 请 好 请 算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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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月间在毕国的御帝大会诸侯 号召众人弘扬正义 霸兵安民 齐心协力 共同辅助周王氏 二位若无异议 我们就煞穴为事吧 一、二位 一个 一、二位 真正乱 一、二位 和调底 一、二位 以为所谓 一、二位 遇到一位 一、二位 和调底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这是寡人 倡议诸侯同来会盟的书简 这里边 明白地写了 这一次余地会盟 要学齐桓公当年的办法 都不带兵甲开他一个衣裳之会 就请二位署名吧 宋公都署名了 不就行了吗 你说呢 齐侯 不 不 不 蔡国 陈国 徐国 等等国家 就等于是你们二位的蜀国 所以一定要借重你们二位 就请署名吧 那 齐侯先切 毕国就跟宋国的蜀国一样 签不签无所谓 还是你先请罢 宋公有文于齐 可总是公爵自居 太狂傲了 是别国如同曹吗 胡军 下次再来 臣我可是不来了 什么下次 我爸 我说我还要来吗 我签字了吗 可刚才和楚王分手时 是 你没瞅见楚王的神态吗 我看 玉帝会盟时 这个宋公 凶多吉少 走 快干 快 快 天亮之前必须布置好 快干 郭军 谁啊 沐夷啊 郭军 臣乃为余地之会而来 哦 郭军 楚人肃以蛮夷处称 却不讲信仪 郭军马上要去余地赴会 臣实在担心 你太多心了 穆姨啊 寡人这一次是精心准备啊 不仅要善待惠蒙的诸侯 而且 对于他随从的吃住马的四草 寡人都一一从后 寡人一向以忠信待人 难道 谁还会忍心对不起寡人吗 臣指的不是这些 臣所担心的是楚王 他有什么好担心的 我给了他一次跟中原诸侯平起平坐的机会 他感谢我还来不及吗 如果国君实在不愿意听臣的劝告 也请多带些人马 以备不测 这一次是我提议的衣裳之会 谁都不许带兵 我要是带头违犯 我还怎么侍信于诸侯啊 国君守信 可以不带兵马 臣为了国君的安全 请求兵车三百胜 埋伏在会场 三里之外 以防不测 寡君宁可战死 也绝不失信于天下 国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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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走开 国君 我 看来啊 你是不能够留下守城 你得跟我一起到余地去 要不然有个风吹草动你就派兵 你 你不吃我心意呀 怎么样 急 你 这边 看来 那 明天 您 您 吾王驾到 宋公啊 这是毕国的紫裕将军 快见过宋公 不 拜见宋公 这是毕国的公子沐夷 以后你们要多多亲戚 郑公 好床 床 床 诸位 诸位 亏得咱们没有带兵来吧 不对 楚王带这些人来干什么 郭局 除了齐鲁二军未到 该到的都到 齐鲁二军未到 正是 开始 是 请诸侯登残 左肩为主 右肩为宾 分两路而上 上 左肩为宋公 宋公 出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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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是地主 又是汇盟的倡导者 国今就不要客气了 讲吧 寡人欲修仙霸主齐还旧业 结合诸侯煞血成盟 旨在尊王安民霸兵习战 护扬仁义 共享天下太平之福 诸君若无异议 就请旨天启示参与盟约吧 月宴加盟 好 那就杀血吧 杀血 马儿 你 要杀血嘛 先得弄清楚 谁来支持牛耳 是啊 连主盟之人都未推举 何以为盟 是呀 有灵有灵 那好 那就有功论国 无功论杰 怎么样 这还有什么可说的吗 好 今天在座的所有诸侯 谁也抄不过宋宫 宋国虽小却是公爵 一等诸侯 是吗 宋宫 事实如此 可楚国虽冒绝称王 但以利数代 王 总比功大以吉巴 是是是 是是 那寡人之好 当仁不让了 这 这 你太过分了 寡人成先祖之福 绝位为公 就连当今周天子 代寡人都以宾客之礼啊 你自决成王 你是冒决浅浩啊 你 你怎么敢大言不惭 自成盟主 以你假王 压我这真功啊 啊 啊 假王压真功啊 哎 既然 寡人是假王 嗯 请问 那你为什么 还请我来 说的 是 是 我这个王假不假 只要 问问今天到会的 所有诸侯 就明白了吧 嗯 问什么 问问今天来加盟的 是为我而来 还是 为你 而来 请问诸位 今日为谁 来此会盟啊 呃 呃 我郑国 呃 反正是 为 楚国而来 呃 楚国等于也是 奉楚王之命 对面 不敢不来 嗯 是是是是 宋公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那好 这是会盟取消 你走 你走得了吗 你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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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君 公君 别慌了 莫姨 不要 回不给当初 没有听你的话 不 你 你快走 你要是能够屠山 就快走 回你好好使命咱们宋国 你快走 快走 你不自量力 擅自召集诸侯 此乃一罪 通后机会烧迟 你就将其囚禁 此乃二罪 曾子不愿与你为盟 你却善杀曾侯 以人济鬼 此乃三罪 曹侯欺你而去 你还不醒悟 反而带兵公他 此乃四罪 以寡人之位 召集诸侯 却又公儿不信 此五罪 口说尊王安民 弘扬仁义 实为孤名调义 此六罪 今日 寡人要带诸侯们 出这口恶心 请各位 请各位 斩驻驾车在此 等寡人 取送全身而归 再与各位 共饮食日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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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 这是 你 你们这一群不仁不义之徒 不仁不义之徒啊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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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日生杀大全 全藏在我们手中 趁早现成那响 以保全你们国君的性命 请二位将军转告楚王 有来社稷神灵 我们已经另立新君了 阁上坐的这位 生杀任你 唯独得我宋国城池 休想 你们的国君现就在此 怎能再立一君 立军是为了主掌设计 今宋国设计无主 怎么能不另立新君呢 什么 我们一有新君 这位舅的 就如同脱下来的破靴子 我们不要了 送给你们当宝贝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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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孙姑 好 大司马 大司马 真的是寡人哪 我 沐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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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被楚人拘职 社稷蒙受侮辱 你已经随生有死 你没看宋国全城在为你代孝吗 可 可寡人还活着 请原谅 我们不能承认你 你好自为之吧 你们 你们这是谋反 天 天理不容 天理 喂 说了半天了 你们的新君是谁呀 能不能出来让我们瞧一瞧 我是大人大人 我是大人大人大人 两位将军 余地之会 你们背信弃义 暗服杀兵 举我国军掠我财宝 宋国 宋国随小 却绝不屈服于虎狼之国 以寡人之间 以寡人之间 楚国阴小失大 恐怕天下诸侯未必能服 最后落得个自取灭亡 请两位将军转告楚王 立即退兵 还我财宝 尚有话可谈 不然 不然 宋国就是战至最后一人 也必适适与楚人为仇 叶国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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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道理呀 大王难道忘了 在你亲口宣布 宋宫的六条罪状里 不就有善杀增死这条吗 连他们的国人 都不承认他是国君了 杀了他 不像杀一个普通的 俘虏一样吗 那你杀他就更没有意义了 依臣所见 他们不承认宋宫为国君 主要是怕我们 击此要挟 公子沐夷素有弦名 当年 宋国的先公曾让国与他 他都坚持不受 今日登位 绝非为了争权 如果把宋公杀了 就等于成全了公子沐夷 楚宋两国 将结下 无视之仇 大王称霸东元的梦想 岂不也就复之东流了 哎呀陆侯 你怎么迟到多日了你呀 你干什么去呀 哎呀 好几天啊我们跟这儿 哎呀 哎呀 我听说各位前几天在这儿 好好的看了一场 直牛耳直争的 好戏呀 哎呀 这儿 你们呀 同是中原诸侯 怎不帮宋公说一句话 太不仁义了吧 楚王到 这回 南蛮的来直牛耳 要做咱中原的霸主 好 陆侯 岑公傀慢无礼 不得一耳居止 寡人不敢煽动 庄侯卤侯 前来共同商议 寡人闻 作为盟主 以仁义待仁 才能使人心悦成福 我们这几个国家 都曾与宋公有会盟之遗 今日做事不就 恐怕将被天下吃相 君若能释放宋公 和诸侯盟好 寡人怎敢不言庭计从 好 既然诸侯们 以盟主应有的人意 来要求寡人 我怎能不按照 大家的愿望去做呢 放人 大仁大仪 大仁大仪 大仪大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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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阶为主 右阶为宾 奔两路而上 上 左阶为宾 中文字幕——YK 你们这是干什么 臣等来接国君回国 不 我不回去 你们既然都已经不要我了 我还回去干什么 我要到魏国去 请你们让开路吧 楚人拘押国君 臣是不得已 才用了立新军之计啊 为了使楚人放弃邀夹宋国之念 如若不然 待臣等从楚人见下 讨回国君之时 那宋国不知要丢掉多少江山哪 臣所以涉位 是为国君守国呀 如今国君平安归来 宋国还是国君的宋国 怎么能有不回之礼呢 国君 公元前六百三十万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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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前六百三十八年 春三月 宋香公为报复在余地会盟所受的羞辱 大举讨伐作为楚国盟友的正果 一切正如公子穆仪和公孙顾所料 储君文训出兵 旧正恭送 宋君回师急救 在洪水之宾与储君相遇 安营战队 不过河吗 过河 你先放他们过河 他们的兵车到一半是 我们再打 看来东坡又占下来了 把枪放了 以后 不过河 不过河 看来 不过河 不过河 公元都在哪里 这女人去儿 相遇啊 咱们ści 这女人去乱 穿起来 不过河 他也会 可是什么 过来的 可以了吧 可以了 低谷 为后不顾 过去 靠近半渡 正是我军进攻的好机会啊 我们是堂堂之士啊 怎么能够攻击 正在渡河的半渡吃兵啊 要是能到处境都过来 我们全军驸马怎么办 大司马 为什么还不出击啊 难道等人家布好了朕 我们爱打吗 臣请遵循 立即雷鼓进军 此时禁军 土军必乱 我们尚有获胜的希望 若再迟已 国军自然不动 赶快上来 快 快上来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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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军若不反对 臣就斗胆指挥了 呸 你为他一击之力 竟不顾万事之仁义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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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仁义大器给我扛来 寡人 今天宁肯为仁义战死江城 冲 冲 郭军 把郭神桥发光后照 郭军救郭军 郭军 大司马 郭军在那儿 郭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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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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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军 仁义大器 被罪不讲仁义的楚人夺去了 面对这个结局 骆生公将如何对国人 对后人解释 打树马 可能你的墓仪都是对的 那卜仁又怎么错了 母书上说 郭军 这兵对受伤的敌人也不要穷追 要善待上年级的战俘 要 这都是将人以的骨训哪 寡人 寡人怎么做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